1970年代,满了率领团队,选定38名刚出生的婴儿,连续深入观察了三年,他首先发现,从降生的两个月,孩子与外界,包括与母亲,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,睡了吃,吃了睡,就是他的全部工作了。 也对,刚离开母体,孩子头顶的心们都还没闭合呢,大脑继续生长的任务相当白重,哪有闲工不离你们,况且,原本在妈妈的肚子里,多温暖多湿润多柔软啊,可现在突然掉进的这个世界,也太不友好了,一会儿冷,一会儿热,我难受,你们说正常,空气干燥不说,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叫风, 吹的人眼睛都懒得蒸,什么衣服了,被子了,和我原来的房子相比,简直太粗糙了,然后,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,为什么离我的耳朵这么近,所以,你们谁也别如我,让我安安静静地睡一两个月再说吧,让我再睡一会儿,两个月过后,在没有玩具到外物刺激的情况下,孩子第一次主动对母亲微笑,就代表他的心理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,在这一阶段,孩子与母亲是共生的,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,孩子以为,母亲是附属的自我,母亲的存在,就是我的存在,你看啊,我一饿,就来买了,我一尿,就来干净尿库了,我只动用一点点意念,母亲和世界,就完全归我控制了, 我简直就是万能量啊,因此,在这个阶段,孩子往往非常乖,因为小侠来啥,根本就没有必要乱说乱动嘛,但进入第六个月,情况不同了,母亲会发现,孩子的淘气,无视自通,最典型的表现,就是吃奶时,咬母亲,看到母亲做出疼痛的反应, 她觉得有趣极了,有时会咯咯笑出声来,然后一咬再咬,乐此不疲,疼吗,疼吗,有些母亲会真的生气,骂孩子是小坏蛋,实际上,这时的孩子,还完全没有是非观念,你骂他坏,简直太冤枉他了,因为这些母亲不知道,此时,孩子的心里,正在发生几位重大的变化, 孩子发现,原来,自己与母亲,并不是一体的,因为他咬母亲,母亲疼,自己并不疼啊,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心理悲略,让他非常兴奋,他之所以一咬再咬,有时还会揪母亲的头发,抓母亲的耳朵,可母亲的鼻孔,就是要反复确认,自己与母亲,真的真的不同,因此,著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, 事实上,每个人的一辈子,都要出生两次,使决怀态,一朝临时,实现生理独立,这是第一次,六个月后,与母亲在任职上分离,实现心理独立,这是第二次,成功与母亲分离后,母亲就成为孩子的镜子,母亲微笑,孩子就微笑,母亲愁苦,孩子就皱眉,孩子见住表情, 开始学习人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